在7月份 会体制完整的目的事 到底合汇掉 应该要怎么样的处理 至于降雨的部分 它会在影响光明的东北部 北部山区跟东部这些地方 和平不是用选择 你就有办法得到 我们如果要追求和平 就一定要追求真和平 今天我不谈判 我们如果不沟通 我不能把台北基本当作是一个和平的桥梦 开始谈判 我觉得我永远没有和平的可能 不要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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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的非和加油确实是做不到 跟专家充分的讨论以后 在7月份会体制完整的论事 我们不缺电 你的力能又用不到 提不到我们的配比 电的来源从而来 其实这个部分 在镜头主席应该出来说清楚 侯市长要恢复使用核能的话 我想他需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说明清楚 到底核汇料应该要怎么样的处理 在今天晚上之后 一直到明天白天 在东北部地区 尤其山区还有北部山区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或者是好雨发生 我们预估可能在31号生意 或1号星的这段时间 我们可能就慢慢有机会 脱离它的暴风圈的影响范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